真是熟虑的 所以有一个应对的体系 而FUNPLUS肯定也是在平时 有练过这样的一个体系 才在这个时候有信心 拿出来跟你做一个对抗 那现在的话 是发挥出你们自己团队 配合的一个时候了 也是上下给到两个队伍的一个支持 而后期的话 稍微有一些看好IG 我觉得源自于 确实进入到后期这段时间 Rookie的首长是FUNPLUS无法处理的 但是有一说一进入到后期 FUNPLUS双射手再配合双辅助的体系 在后期的战斗能力也不容小觑 对 而且千决如果这把被动叠加胜利的话 说实话奥恩在他面前不会太坦 是 你说一点就是挺关键的 因为就是左翼这个英雄 他算是一个poke类的英雄 但FUNPLUS这边的一个先手能力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强 如果一旦让这边Rookie 在前提打团之前 先去把FUNPLUS的渊人破个传 逼迫这边小天 被动开了一个大招的话 其实IG证明优势会很大 但FUNPLUS这边有一手宝牌 就是他中单有一个鹿鹿 所以这一手应该也是比较好去 帮助队友 就是抬一些血量的 能够保证一下团战前的一些状态吗 而且刚刚导播OB也是非常的细节 给到大家看到双方打野的开眼路线 和前几把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确实在双方的下路来说的话 就是这场的焦点 而谁下路拿到优势 谁就会拿具场上的主导权 两边的打野都选择往下半局开眼 是 而且下路路也是直接往前压 女警选出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推塔节奏的 对 如果两边都是应付的话 其实女警的一个优势会稍微大一些 而且锤鱼这边线上也是比较康特女坦的一个存在 所以前面感觉爱际这边会被压一些线 是 但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得看双方打野的一个干扰了 因为宁王如果在节奏上有领先小天的话 是可以化解下下路的一些进攻压力的 是的 而中路的对线来说 露露确实算是一个小线罢了 很难有英雄能在对线的时候跟他抗衡 就是Rookie在这场前期来说 等级起来之前还是要受一些露露的压制的 是 这边把兵线往前推的话 其实这个对于方普拉斯的人就是想要得到一个节奏嘛 也是为什么在最后拿出露露的一个原因 拿出自己一个对线节奏的话 这样可以更多的去反铺自己的下路 所以说现在英雄拿出来之后 方普拉斯也在前期获得了一个三路的线权 这样其实小天的一个舞台就比较大了 是 就这个时候的进攻节奏在他手里掌控了 他可以看着河道哪边刷河道蟹 他就去哪边打 哪边有印记 他就去哪边打 对 而且你看现在方普拉斯这边很团队一点 就是他的上腹同时在河道蟹快刷新的时候动了 是 而且南枪这个时候选择把下路河道蟹放了 但其实 供子哥已经过去看了一眼印记是刷到了上面 但是有惩戒来不及了 是 看一下宁王这边打的一个速度啊 这个千决慢撑撑的赶过来的话 是只能望着对方拿到河道蟹的一个背影走掉 他想去野区抓一波吗 看到了直接交伞往后拉 宁王这边好稳 合理 因为他如果交易的话 其实上来还要把这个闪先再交出去 那还不如先交闪 把自己灵光披风的这个加速先打出来 对 而且能维持一个状态去刷野 对吧 你上半是野区不会丢失 毕竟决胜局 对 把自己最稳最好的进行状态全打出来 中路的话 因为刚刚硬币哥其实是想要配合自己打野区 抢那个河道蟹的 刚刚是把蓝量都打空了 两边中单能看出来这一把 就是前期的一个焦火非常激烈 因为这才短短的四分钟 三平的腐败要级都已经吃完了 两边都是 怼着就怼着打赢了 对 对 我硬气真好 直接捡了一个火箭腰再把兵线给清了 那感觉这个兵线的话 Rookie如果不想追求太多的这个对线压制的话 可以省一个TP了 那线被DW卡住了 对 给到上路的话 帅哥也是往前推了一波 小天就是在往下靠 但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找一下野区的机会跟视野吧 这个点是不大可能去进行一个月塔的 天杰身上有一层被动 哎 左一后面是有个视野的 但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啊 看下碎 出勾没有勾到 那露露来到脸上的话 也只能是给一下加速 反正是飞行清滴一下兵线很细节 但这个位置好像是离得越来越远了 刘青松跟小天是在刻意 ZWP直接闪现挂自己一个皮革斯Q件 给到要玩这一波单杀了 哎 最后一发PK完成单杀 这波Rookie确实也没什么太多的操作空间了 而且方Plus这两个人其实是算绝食来的 你可以看到在打野端上来说到 小天已经很久没刷眼了 如果这波干可不成功的话 其实对于小天来说非常伤 好在虽然跟他没关系 但是为团队累积了优势 对 是的 老蓝帮忙过来想凯一波线 但是东英币直接取消了回城 所以那Rookie上一波刚刚交完踢之后 这一波会损失很多的兵线 而且下路这个点就两边AD都是单打独的情况下 你里面也亏了 是 就除非是艾西倒六吧 他有了大招之后可以主动找一点点的机会 但林卫山因为这边球本是有一个进化在 凌王也是来下路赶紧缓解一下压力 因为这一段时间宝兰不在PK身边的话 其实寒冰是受到一些压迫了的 赶紧用和平使者清兵 但是凌王这个位置是在空龙啊 哇 这一嗅觉就很敏锐了 好像是没有发现的 因为凌王来的路线 再加上他一过来的这个墙 都没有发现凌王 再加上睁眼一叉 凌王这个土龙应该是要有 应该是卡着视野过来的 而且中路的话 Yuki这边回补之后也是掌握了一个兵线嘛 所以方不大线只能是放下 那第一条土龙的话将会由IG输入囊中 而且现在其实对女警而言 整体下路对抗的话 双方都能接受 女警第一波回家是补了一个暴风大剑在手里 双方上单的话 这边是优先由夏哥回家补出了自己一个龙渣 狗熊的话还在线上进行一个耐线 这个时候选择逼 先前段对于方普拉斯来说的话 女警这个线上没打出太多的声音 其实女警这个英雄如果在前期打不出声音 而拖到中期的话 确实做参战力上来说没有IC那么来的强势 而且因为这一把IG你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帅哥这个前排看一下 这波逼了一下走位 跑来反手打出这个余阵 那方普拉斯也是失去食欲了 是 就现在这个点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一旦女警前期的推打节都没成长起来的话 那中期他会缺乏一个伤害 而且尤其是在有德香像奥恩的一个前排的情况下 会很难去打 下落落花双方ADC做了一波对拼 林伟祥也是靠近华把位置给拉远了 炮夫这一波有点上当的感觉 但这些队友也是拉起了一个TP做一个保护 也就是一个让土干飞是把炮夫给逼退了 反手叫杨杨怎么撞 撞出来了第一波 林伟祥没办法走 德香闪现拍掉了这个人头 你以为是炮夫上当了 没想到林伟祥才是上当的那个 是啊 在最终的博弈中 这个人头是用IG拿下 诶 挂了一下皮克斯 但是Q进来又拉到一个减速 所以小天在做一个拉打 宝兰是有闪现的 这边雪狼被打得比较低 但夏哥就在正面 这一波放不到草鸭是想要把到底闪现往前跟 宝兰这个雪狼已经很差了 露露给到一个大招 小天那边上头还拉满 结束了对方一个辅助 而且被变扬的夏哥也是倒下 由千决拿下一波双杀 是的 佐伊在侧翼的支援被狗熊赶走以后 这一波团最终打了一波一换二 是 但宝王在上路发了一笔横牌 把上路的兵线往前推了 这样的话也是能够给到供随哥 在等级跟经验上一定的打击 这一波感觉两边的上单的一个结果都差不多吧 我感觉第一时间的时候 紫赛之间就很到位了 因为看到千决一瞬间 他要直接亮了TP 然后后续在追击的时候 方法西边由于上单涌下一个T 他直接绕到了后面 第一时间IG感觉没有察觉 所以直接到了一个敌人的包围网里面去 是 霞虎先锋的耐性值并不是很多 金杜姐太多的一个拉打 看一下方法这边怎么处理 其实对女警而言是一定需要 这边是回了一下血量 是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感觉还是会打下来 因为可以看到IG这边选择的处理 是放掉这个霞虎先锋 是 其实有霞虎先锋 其实对女警之中非常的重要 是 因为他前期 你如果没办法通过对线打不 肚层大概怎么办 靠先锋 而且你可以看到下路的这个塔 对于IG来说已经只剩三层了 所以说如果一旦再耗掉一层 霞虎先锋来是直接可以破塔 形成这个拿塔皮的这个节奏 对 那这样的话 女警其实就已经解放了 开始她的一个拆塔计划 是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可以看到方法死亡上 中单打的一个先锋之眼 是 大家看一下第一波的回放吧 这波宝兰是跑掉了吗 没有 直接被留下来了 而且夏哥被变扬了很猛 是 等出来的那一刻就被击杀掉了 这波也是霞虎先到场了 这边这个霞虎先锋是给了对应币 刚才没人捡对应币就过去捡 但是我觉得意图很明显 给谁都会在下路开始用 反正放下 是 或者是放女警在的时候 是 所以说看一下方波拉斯 要怎么运营这个霞虎先锋 而且现在其实对于双方下半区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方波拉斯的一个撤退能力 要强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双方下路 ADC都是没有闪现的 但随时有个魂影之灯 可能在就逃生的能力上 会稍微强一些 上路下一个也是利用爆破 点掉一层肚层 上路这个对线这把下一个 还是打出了不错的一个声音 不过现在小天的发育非常的好 已经两个人都在手 而且大家都也做出来了 是 就这一把如果在中期 你要考虑打前排 说实话靠的就是一个牵绝的被动 嗯 但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方波拉斯这个阵容 在中期会最难受的一点 就是他的大部分输出能力都在于AD 所以导致真男人的被动 再加奥文两件AD装的这个 护甲 对 导致方波拉斯在中期的容错率会非常低 是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可能方波拉斯 尽可能去做一个B站 是 而且这一把对 就像你这样说的说是点醒了我一个点 就现在IG前期这个龙的节奏 是有可能在中期给了方波拉斯一定压力的 是 所以说对方波拉斯来说 还是前期尽量滚搭女警的优势 中期才有更多的保障 是 就让他打一个装备差 嗯 所以说可以看一下方波拉斯中期 在这些街团的时候 会不会把鲁鲁这个变羊好好利用好 如果变得好 还有奥恩的二段羊是有可能撞不出来的 是 来了来了 终于也直接在往下靠 IG这边也是有嗅觉嗅到了 狗熊先动了 嗯 下哥这边是没有TP的哦 狗熊那个位置已经是被发现了 这波应该是要硬来了 但是左翼选择回中路收线下 我先把招出来 感觉这个下路塔是势在必得的 对 这个狗熊出赛的一瞬间 IG就懂了 这个下路塔很难在守住了 小天绕到了后方 下路先锋撞出一头 还剩最后一层 想点 想点 差一点点的血量 他反正给一个一技能拉开位置 那对于IG而言 是显示又显得把下路防御塔暂时是守住了 但是赛格换经济回来是有价值的 因为中期确实 两剑 护甲撞到奥恩很顶 对 就他下一剑直接兵权了 兵权又有战斗力 然后又能够扛起你的一个伤害 而且这一波推完了之后 露露回城了 有个TP直接亮钟 感觉方普拉斯这边还是有点想推的味道 而且这边小龙也在 是 直接回的话 埃及这边可以直接拿龙 对 我这边直接动了 埃及 其实这就是埃及想要 左破距离的手段 虽然在这个时间节点 方普拉斯也是拿到了一些都城的经济 但是 真的等会积累起来的一个龙魂团 可能在中期 会给方普拉斯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但对于他们而言有一个好消息 本场比达是个风龙魂 风龙魂其实右边的收益 没想象中的那么高 就肯定是不如火龙魂的 一般 但是确实刚才 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不动这个龙也有道理 因为手里拿了太多的钱 得回去转化为战斗力 是 哎呦 简单是显然 可以 鲁鲁这个DWB拿到手里 和手位非常的妖娆 是 而且已经能关你脸上 反而是换血汤转了 嗯 小天的话也是赶紧来到河道 配合自己的辅助 清单一下对方的一些视野 哎这个下路的话 这个位置 女警应该是可以拿一塔 是 但是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小天太过于想帮队友 做事情的情况下 野区对位落后两级 嗯 这个有点太多了 是 这就是一种局势 就是你 而且主要是在于自己的阵容 一定是要帮女警 尽力一个优势的 所以她可能没有时间去刷野了 嗯 但是 我想主通的一点就是 方普拉斯其实 正在这个两射手的输出 缺一不可 哎 所以说 小天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法语吧 上来 两个大肉 对对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食欲 你打我一套 我打你一套 你喷我一下 我请你一下 就悬上压子就 就奶过来了 人家下路双人组 换过来了 准备去帮自己的狗熊 缓解一下对线的压力了 是 哎呦 派上来又打了一套 下一个应急能直接冲冲 直接拉开了 其实现在对方普拉斯而言 是看能不能抓住肚层的一个尾巴 再打点击击过来 是 可能是他们这个换线 所想要取得的一个结果 是的 还有就是自己这边上路肚层掉太多了 是 哎呦 小天这边运气有点好 可以拿下自己 应该是第二层的一个应急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英皮克这边为了团队和小天都是付出了太多 是 就只要自己队友要摸塔了 马上就来 但IG这边的话 其实做的一些应对也非常不错 勾了一下 是没有勾到这 有TP的 这波大量人员来到正面 两个不在正面的人都是有TP的 看一下各波IG选不选择有机会开一下 但是方普拉斯这边撤得也非常激紧 肚层消失一瞬间就直接选择拉开 是 而且这个肚层的分配其实非常合理 是让路路跟女警拿着 这样的话其实会给到垂直 可能经济效益会更高一些 路路这边已经有圣杯了 把队友能力已经有了 出不成形 是的 但是路路是 他的香炉 对 他前三件装备会很便宜 出成形会特别快 好痛 而且其实这两件装备 对自己双射手加成蛮大的 是的 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 一是他倾线变慢了 二是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中期真的没有任何AP输出 就打不动这个奥尔嘛 是 送这个来了 冲上去就打了一套 但赛哥这边也不放不忙 还是你也打不死我 反过来 IG找了一波对方回程的空档 强点了一波中路的塔 你有机会点掉这波 还是求稳 就是对方这个 差一下 差一下 哇这波感觉 放不怕是一个防守 出现了一些空缺 是 因为他这个中路外塔 就算是等于 白白给到IG手里了 对白给 而且丢中塔的话 最大的影响在于 你等会儿也去视野怎么固执 是的 还有一个 其实你女警在边路一个去推进也会比较危险 这边炮夫直接一箭射过去 但女警没有让子弹飞 对 而且她也是净化这地先解掉了 过来以后睡是睡到了 杨林生气 杨林生气直接开起来 您也是失去了味觉 反而出来的一瞬间想杀吗 杀不动 打一个大招就很转了 圈杰大招CD还是蛮长的 一级大招 是啊 就这一波打完的话 就是一分半以后 你可能这条龙方普拉斯给放了 是 而且把打野赶走之后 IG再度在野区 找到一波 控侠五千锋那个机会 女警这个位置 反而是有点危险的 可能清华兵天得往后走了 因为这一段话 也没有队友给保自己 双方上单的话 就在下路你能我能 也没什么问题 是 而且这个侠五千锋一掉以后 方普拉斯的推进节奏可能要断 这一段其实最危险的 还是中期方普拉斯这段时间 没有输出或者输出不够的这个点子 对 就他们输出一定要等到女警三天套 在那个时间 他们才有一个起势的一个机会 可能对于说方普拉斯的好效率来说 就是女警下路吃满了肚层 而且拿了一球塔 现在的一个装备是领先了蛮多的 所以是有时间给他拖到一个三天套的时候 对的 但是感觉下一条龙的话 得放可能 看一下千销大招吧 感觉好不了还差很多 是 就这一波打出千销大招还是很关键的 嗯 而且其实对于IG而言 他等会那个小五千锋也可以放得 就是更有战略性一些 就是我可以逼你的人走开 之后再来在小龙和那个位置 是的 小龙还有20秒刷新 IG选择站到了河道区 一睡又睡到了 这波飞行过去后 打了一套IG 冰箭再过来 PP亮起来后 IG这波闪现过去的左翼 打了一波速度 但是没有打损 露露的大标过去 反而龙熊选择跳过墙 奥文猜疑的开打角度有点好 撞起来两个人 后续还能再留吗 两边选择 交完大招全部拉开 但是飞行过来后再次睡到 女警飞雪亮下半 兄弟们都知道这一波女警死不能死 所以全部围着她做一个保护 那女警虽然没有死 但小龙可能就要有IG拿在手中了 所以我感觉第一时间 李伟强续续续续拉的还是挺满的 因为在柳熊选择被睡的时候 她是直接在左翼过来那个墙 放了一个夹子她没夹住 对 而且后续感觉 IG这一波打的真的是很拼 因为左翼是朝自己原生闪现过来闪现去睡的 是 但只能说 确实露露的盾 会给到左翼很大的克制 哎呦 遇到了 下一个这边战斗力不强 刮刀一声直接往前打 打住一环 被动下一个选择掉了 因为多的 Q真的还要往前拉 但艾希也在特意做一个援护了 在手里面魔法水晶剑 现在两件套成型的奥位 已经是有点打不动了 是 但就像刚刚希子姐提到的 因为女警前期收到的经济效益很多 你看她装备成型很快很快 是的 17分钟已经两件套在手了 对 而且对于垂石而言她马上要出干锅了 出了干锅之后 她是可以应对像刚刚那样的一个开团的 是 一个露露加一个垂石 这样其实左翼再找机会去睡人 然后打破破的一个机会 就已经变得算比较少了 每次都能被对面化解 对的 就现在可能对埃及人最硬最硬的开团 其实还是要奥那一个机飞 其他的话可能都会被进化干锅 这些给规避掉 是的 上路双方中单做一个盯防 赶紧处理一下兵线 已经有香炉了 就便宜费快 装备买的费快 对 看一下双方对位的一个经济 在上单位上还是有下一个领先 而在打野跟中单位 中单其实咬的是比较紧的 但打野位上是小天小李前400块 但AD位上的差距是 有将近900块的一个差距 是的 女警现在的一个装备 优势还是很大的 能看出来一箭打两箭吗 虽然炮复已经很久没有买过装备了 但是也不可能直接摸出一个大箭来 对的 而且现阶段 确实方普拉斯要稍微强势一点的原因 在于 一是陆路成型快 她的两箭装备便宜 对 二是女警的经济够好的情况下 现在对于埃及来说有剑术的差距 所以如果方普拉斯在这段时间 能抓到机会的话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艾西回家再补一件装备回来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打 是 而且接下来 除了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 奥恩马上要到13级了 就她的一个装备坦度的一个提升 其次是日女的石像鬼师 白亚加也马上要更新 那这两个前排 其实等会会给了方普拉斯压力非常大 下落双方上弹扭打在一起 但也只能是把下一个下下跑吧 下来随时regl是有一个闪现的 南枪特基在旁边 南枪特基在旁边 哦呦 这波有杀的吸 大招直接力量跳跃 是把对方的一个大招 也飘在将闪瓶 好可以拉 南枪特此一方 一家贱强栏 打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这边冥王先来了一步 是 主要也是在于下面的一些视野 我觉得就是供子哥是没有接信息的 所以可能会打的 在我们从毛包的角度来看 稍微激进了一些 那双方的话再度拉入到一个发育节奏 炮芙这边身上有多少钱 应该是他想回家直接编两件的 应该是直接编大件了 因为他刚刚是有6000多块 那实际上这点加起来是4000多点 然后因为第二件公送装比较便宜 2000多 所以应该快了 是 他这种局是不名则已 应一进人 对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打架 所以就一直在发育 但是这个时候林伟强也在发育 所以在下部团之前应该还能再摸个什么 已经摸完了 已经摸了一个大件出来了 是 这他的无尽嘛 终归还是领先1000多块钱的 在下半区的一个队位上来说 而且这个时候让女进往前拉 自己的锤子往后挂的话 其实林伟强整体的一个推进的环境 因为非常不错 嗯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啊 这段时间接团来说方普拉斯 已经是有点打不动这个奥文了 可以看到奥文这个护甲呀 真是突破天际了 约翔这边抱头点到您身上 哎呦 七处 就打您很疼 但打下一个75 下一个这边大喊一声 我要死了 虽然还顶了一个小反甲 是 太肉了现在奥文 嗯 就现在打这个奥文说实话 只有这个千诀 我觉得有一定的机会 千诀 W挂上 啊 哈哈 嗯 这个胜率取向感觉有点夸张 现在经济领先还是 我来做一波月子 迟时胜率里坚 嗯 好吧 他在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意思说嘛 IJ在中心确实强 确实13级的时候 奥文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时期 哎 大家开到了 有进化有灯笼 选择拉开 两枪反而是炮芙的血量 直接下半 而特意的话 金贡吃了一发飞心 不痛不痒 而这个盾 直接是把血量拉了起来 哦呦 哇 这一波一枪 两枪把炮芙给打回去了 反而是方普拉斯 中路又又有一波推进的节奏 哇 围绕着林卫强的一个战术布置 让女警队这一把声音很大 女警队上一把受的委屈啊 这两枪直接先点回来一点 是啊 随招的是一个小兵 中路旁边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但是可以拉到一个小天 小天这一波也回了呀 反而生叫杨 杨谁杨 杨的自己留到两个人 但这一时间是空在一个热线 人家这边血量狂来是有点差的 但特意千诀已经是被偷掉了 由金贡在对哥苗表想分一下时间 但宝兰也有个苗表关键时间 公子哥这时候进场让他倒了呀 女警这个位置好像没有输出一个机会了 再度被爱琪给收下扔头 那这一波正面的团战由爱琪打赢 自己Rookie还想要留人 但是有一个灯笼的调整位置 硬币哥也是来到一个安全的机会 有大龙的呀 这一波 Rookie在侧翼太秀了 他两发飞行直接把小天 带大招带闪秒掉了 就小天自己都没有想到 对 他都没有感觉不知道Rookie在哪里 突然一趴飞行过来把他秒了 而且后续这边公子哥想去杀Rookie 然后第一时间还没有落地 Rookie一个秒表回避的伤害 那这一波突然的一波节奏 Rookie还在中路做拉扯的情况下 大龙完全没有人做防守 您手里还有惩戒的不行就先交吧 因为这一波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是没有人会来抢 那爱琪也是顺利的拿下了这一条大龙 3000块钱的优势瞬间拿到手里 Rookie这波一发飞行 然后再次睡到再拉一发飞行 小天真的是反应不及就被秒掉 我真是觉得小天觉得自己不会死 就他往后Q一下他可以直接交大招的 是 然后Rookie这边也是交了一个捡来的闪现 应该是我刚刚看的闪现是没有再非逼的 因为元首闪现在这瞬间还没有好 我在想他刚刚是不是觉得队友的干锅会救自己 但垂师的位置应该是够不到的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觉得距离不够 死不了 对 因为左翼是R下来E的他E是很远的一个距离 而且后续应该是交了一个捡来的闪现 拉过去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时候靠着Rookie的一个图示冷剑 是让自己的团队拿下一个大龙 但同时在刚刚那个小窗口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看的 方布拉斯再度拿下一条小龙 可以让自己的时间再拖一拖 但是IG已经完成了听牌的龙 在24分钟 而5分钟后就是决胜的一波龙 虽然风龙魂对这场的局势改变可能没有那么的大 但说实话两条风龙加持的情况下 这个奥文的大招一会儿一个你也受不了 对 尤其是炮弗 炮弗的大招可以一直找机会 而且其实上一波方布拉斯阵型太差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阵 看一下Rookie这有点危险 但是手里有原声闪现 对 就是方布拉斯这个阵 我觉得会需要就是鲁鲁围绕着自己的两个双射手来打 这上一波的话 他们阵型是直接散了 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还有一个刚刚死掉的千局 是 或者说在我的角度看来 我觉得其实小天后去可能需要出一个水银 因为以鲁鲁包括说锤石线 他们的心力肯定更多的是在这个女警身上 是的 出一个水银的话可能会更稳固一些 Yuki又在自己找一个机会 打出来破破效果还不破 这个时候想要尽可能的把大龙棒的一个推塔效果给打出来 而且真的是不堪其扰 一直在特意偷输出 正面的话终于是找到了一波防守的破绽 埃及拿下了二卡 而正面 这是原声闪现 真自信 嗯 这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呀 不留遗憾 任何能操作的机会他们都会抓在手里 是 蓝枪帮忙挡住了这一枪 现在经济差 还在本境的三千左右 但是 可以看到十至二十五分钟 六个外塔已经拔掉了五个 是 但在这一段时间 方法拉斯整体的应对做的也还行 因为自己女警的装备 包括露露一个装备 提升的也是非常快的 不差 嗯 女警已经三件套了 而且露露装备越好 女警越长 对 而且露露给到的压力就会越小 现阶段 局势 确实还是IG领先蛮多的 但方法拉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毕竟 双射手的体系是越打越用 是的 魔法水今天早机会了 但没有打到人 但自己隧道的是一个 流星流星都解掉了 只进来 已经是被摆断了 下一个顶了个空墙 而后续的话 五个人抱团撤退 狗城在侧翼 这波IG 还是打出了一些东西的 因为毕竟露露的大招都交了 远处的一发睡眠气泡 没有命中人 但是正面IG给到的控制 就是把林卫强的一个镜块给逼出来了 那在他闪下没有好的一个时间 他是有机会被IG这边找到的 过来以后想找一下人 但并没有找到 现在整个红区的视野 已经是被IG布控的七七八八了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在自己的一个手里 现在局势一旦到这种情况 最麻烦的就是女警的装备会停滞 感觉打前的空间不多 因为毕竟除了上路的内塔 所有的一个防御塔都已经掉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高地塔了 那现在基本上还要女警 要围绕自己高地来打钱 那能吃的兵线就很少了 对 而且对于女警而言 就她这一把要打钱 更多还是要有队友保护才能打钱 可以看到AD装备上来说的话 炮夫已经是慢慢的开始反超了 这手装备再一补出来的话 其实反而在剑术上是有所领先 因为毕竟林卫强是没有掏出自己的一个攻速鞋的 4000不到的经济差 马上听牌龙还有一分钟刷新 其实理性一点 方普拉斯是可以放这条风龙的 还是前面那个点嘛 其实风龙魂对右边的人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解读就是更多的 还是增加了一个大招找机会的能力 但你说对于实施身面板上一个加持的话 可能没有火龙魂那么来的强力 哎呦 球下没有过强 来看一下对位的一个经济状况 上路的经济差2000多 就除上单以外全员 除这个中单以外全员是IG在红色方的领先 又过来找机会了 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没有兵线你都不敢往前探 是 他就对方普拉斯来说 吃线只能吃到塔前的那种经济 但有两个人在绕后 他应该是去偷印记的 拿印记的 其实主要就是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剪灯 但是随时是接了一发剑 所以被留在了原地 但是这个剪CD其实已经不是很虚了 就是在你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所以吃冰线对面的一个女坦大招 IC大招 还有左翼的翼 其实会让你这边心理压力很大的 你指不定哪个地方就突然冒出来一个吃面气泡 是 而且在有LON的情况下 你导致双方做双天三天套的时候 其实右边要更强一点 就是你是三天套我是三天套plus 对吧 就我有一个升级 而且龙的话也是IG轻描淡写的拿来赛来 也是正如我们说的一样 该放那方普拉斯选择是放一样的 28分钟 IG拿到风龙魂 现在马上24秒后的大龙就要刷新 现在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等会大龙空怎么站得住 那林伟祥这边也是感受到处理前排的一个压力了 你可以看已经开始就是补一个破甲弓了 主要是你不补破甲弓打这个奥文是真的打不落 120 暴击一下120 120 好了 最后一下暴击是打了230 这没办法 当前AD的现状 这种纯护甲的一个大肉型的英雄 其实对于基本上比较偏全AD输出的阵容 是真的坏性太大了 想想前两天那个石头人 一圈多的护甲 打得脑壳疼 大龙已经由IG开始视野上的不空压力 反而方普拉斯只能退出蓝色区 就蓝帮区的一些视野可能只能放掉吧 而且奥文一旦来到正面以后 IG探视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看一下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赶紧进化解 灯笼在了 好在这个垂石的干锅还在 是 还有一次容错力 这对是 这就是IG这个阵容所领先的一个点 可以不停地找机会 但是大龙开始打了 方普拉斯是知道的 看一下这波龙团怎么做一个应对 不讲道理啊 打的速度还蛮快的 感觉有点来不及了 小天在很远的地方 大龙被拿到一发 街直接开到了金贡身上 金贡还算能顶得住 小天在层里直接被点掉了半血 但是也顶不住这么长时间速度 金贡只能吓唬车队 点燃应该是点不止 两个车前保证了正面所有的弹血 但是相识的时间 李美翔想换一点 并没有换到 而正面的话 再到一个人的情况下 只剩垂石的度音笔 度音笔孤苦伶仃 没有办法 乘风起势 欲浪便扬翻 这波IG拿下了 是的 因为左边只剩一个露露了 露露清兵线的能力很差 IG直接开起一个TP 是有一波的想法的 五个人全部活着 但大幅肯定可以一波了 看一下这边 要不要奥恩先扛一下 因为兵线还没有到 是啊 如果最终是由IG拿下这场的胜利的话 那对方帕拉斯的儿点 是非常遗憾的 这隧道是一个露露 但Rookie没有选择进一步追击 那借着这个时机 可能方帕拉斯要做更多的一个调整了 是 那最后的一波易拥而起 而且杜英P想要防守 但是他没有成功 最后我们要恭喜IG3比2 敖战到现在拿下了这场比赛 他们还要继续冲击世界赛的一个机会 是 将会面对到的是老干爹 又要面对上老干爹了 是 气候赛的3比0 看一下在第二次的对决中 IG能不能复仇 是的 那也是再恭喜一下IG吧 因为他这一场打下来的话 也看出来很艰难 而且也是感觉方帕拉斯在季度赛做的一个调整 是非常出色的 也是期待一下他们未来的表现 是 但我觉得对方帕拉斯而言 这一场 就是粉丝可以给到他们更多的一个鼓励 是